大家好,歡迎收看Android中文資訊網 在這裡教大家如何在Galaxy Note 刷一個Android 4.0.3 而且是支援Tablet UI,即是平板介面的ROM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我的Galaxy Note 暫時仍然跟大家一樣,就是一個2.3的ROM 可以看到2.3,LA4 沿途會跟著大家一起更新,升級到Android 4.0 在更新Flash機之前,大家要在我們的網站下載這三個檔網 第一個檔案,一個比較大一點,有790MB 就是一個ICS ROM的Repack 可以用Odin 3去Flash到Galaxy Note 第二個就是等下我們會Flash到的ROM 然後第三,就是一個Tablet Enable 即是將手機介面更變成平板介面的一個SIP檔案 下載這三個檔案之後 下載這三個檔案之後 剛才除了用Odin 3刷機的檔案之外 其餘的兩個都需要放在手機內存的 首先就是將手機連接到我的電腦上 這四個檔案後 可以買下箱子 可以買他們的方便 可以買下箱子 用在手機內 比較正式 可以買下箱子 用在手機中 然後放在 council方便 其實可以買下箱子 然後把它放在一起 這個DiskD是手機內存的 將剛剛下載的兩個檔案和Tablet Enable 放到任何一個位置都可以 放在手機後,大家需要幫你的2.3 ROM 首先升級到4.0,不然等下我們需要拆那個ROM 就不能拆得到 然後將Galaxy Note關機 讓它完全關機,就先關上顯示燈 關機後,我們要按音量減,主頁鍵和電源鍵 一起按,進入Download Mode 大家可以看到,它就要叫我們按Volume Up 即是音量加,就去確認進入 進入了 進入了之後,就要回到電腦裡 開啟大家在較早前的隔壁裡面 下載了的Odin 3 開啟了Odin 3 開啟了Odin 3 就要在PDA這一格選擇 接著我們的Repack那個檔案 然後,就連接手機的電腦裡 大家會看到,剛剛這一格是白色就變成黃色了 就代表大家可以按Start去開始拆機 這個過程就比較衰時的 可以等它完成了Flash完之後 就可以繼續我們刷機的過程了